大家好 是我金家人 金家人 港人 and 港市 沒錯 開放就不同了 故意弄一個亡婚風暴來招呼他們 當然 我想寫一個連續劇 但是力有美帝 而且真是結局來臨 特別一點 這套劇先說結局 現在很簡單 是結局前篇 未是結局 所以我們還可以繼續煲多一段時間 究竟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 這段影片說什麼 看我封面 看開放都知道我所說什麼 很多媒體都未完全出了報道 但是01就出了 一早 下午 10點多時 很多網友已經傳給我了 那我就本著一個 先看定點 還有想一下 一些項目 因為這件事 其實很多人是炒車的 李龍基和Chris這件事 炒車的人是極度多的 本來蕭先生也是炒車的 後期有些網友和朋友 通了水給他 然後轉了態 然後就說 證據確鑿 這個Chris 真的 冒認 妙軒人的女兒騙錢 所以這次蕭先生獨善其身 我相信他也會出片說這件事 真的有什麼是非 一擺上法庭 我講的不關政治事 真是發生事 或者民間的事 你擺得上一個公正的法庭 真是你違反了香港的法例 那你就有罪了 老實說 今時今日 香港 有些事情就沒有法治 大家都明白了 但我這條片就不講政治 只是講這件事 我對事人不對人 那現在就怎樣 那就厲害了 今早說王清霞 清霞仙子 據聞他又用假名 我不相信 他應該是叫王清霞的 好了 就上了法庭那裡 法官拒絕保釋申請 神情落幕被押走 4月16日再來一次審訊 那其實 今天的狀況是怎樣 今早8點 王清霞又入境駐車輛 押送到沙田法院 案件10點開庭 被王清霞身穿黑色大衣戴著口罩 頭髮就出馬尾 由停警壓到犯人爛 哇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封面 以及現在你們看內文章圖 很相似 我不可以弄那些籌衣 弄的話就黃標 大家都明白我想表達什麼 對不對 他戴了口罩 他戴了口罩 我就幫他剝了口罩 對不對 其實就很簡單了 現在他又穿了籌衣了 好了 然後法庭向女被告讀出 空罪事 被告 即是人 他人神情緊張 當辯方申請保釋被他還額 即是還額的時候 被告人顯得極度失望 法庭就將辯方 保釋覆核申請壓至2月28日 審理 案件安排在4月16日再審訊 這個情況是這樣的 他有6條罪在身 6條罪有什麼罪就稍後說了 但是呢 他真的這個 保釋覆核 真的他還沒放棄 準備在2月28日 再來多次 覆核 但是我個人認為 只是看他那6條罪 他應該也是走不掉的 不是開玩笑 因為他那些罪狀不是那麼簡單 你不是說真的 預期居留那麼簡單 現在的狀況是 因為為什麼 喂 他那些是有少少刑事的成分 不是說你普通民事 然後就 得過且過 在這裡我就在這段影片 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 黃青霞那6條罪先 我從最輕的開始說 2條違反逗留條例 違反逗留條例就很簡單 昨天 媒體公佈它就是因為這個罪名而被扣留 然後被下案控告 今天就上庭了 但是其實這條罪很輕的 就是很多那些 第一次下來的那些 基本上來說 如果你是一次違反逗留條例的話 那有震時 真的 就會被他保釋 那就視乎法官對那個人的觀感 如果知道他是章地的話 就未必 就可能會即時戒回大陸 這些都有可能性的 但是我真的身邊有朋友試過 遲了幾天 遲了一天 然後呢 是直接停也不用上 在關口那裡 跟他說遲了一天 遲了半天 是任由他 然後真的叫他就這樣過 下次不要了 是的 當然 你遲得太久的 那你就要上庭 那你上庭初犯 我們香港 不關政治事的時候 還是有一點點點的法治 就是重興發落 可能真的兩三天 或者是一個星期 不記得 但是也有紀錄在 但是也有機會 保釋後審 其實保釋後便回國內 一般都是這樣 因為時間過了 大家出境 對不對 好 但是 黃青霞不是一次 是兩次 他之前已經有一次 九個月 不是開玩笑 九個月就是多少天 三九是二十七 二百多天 對不對 好 今次是多少 今次是由2020年開始到二 2020年2月9日到現在 即是已經是超過一千天了 在這裏其實已經是正面 各樣都是正面 正面就證明到 他是謊言 他是說謊言 他説他有香港身份證 又或者他説他就透過專裁計劃 來香港 是brookset 是謊言到不知所謂 好了 其實這兩條罪很輕的 一般都不用坐牢 但是 他其他那四條罪 其實都是兩條 就很嚴重了 為什麼 因為是重複使用的 而且這四條罪是刑事的 為什麼 因為他那四條罪是這樣說的 使用虛假文書 管有虛假文書 即是你弄了一份虛假文書出來 其實你不用他 你擁有 也是犯法的 因為這條罪是這樣寫 我覺得很奇怪 不要管 總之他用了 還要把這個虛假文書 向入境主任作出虛假陳述 什麼叫虛假陳述 就是說謊 就是他利用那個虛假文書 證明他自己 其實就是 現在說他的學歷 說他的學歷證書是假的 用這些學歷證書 申請來香港的簽證 然後 然後 為取得入境證 而作出虛假陳述 所以我都說了 其實說來說去 基本上 都是虛假文書 和 重複 違反逗留條例 這兩條罪 當然 現在 我們最關心的就是 他會不會要坐牢呢 很坦白說 有些頻道 有些KOL說 這麼多條罪 六大控罪 如果一判 那要判他十年 那我就不太相信 坦白說 就是以我所知 因為這些其實都不是什麼大罪 但是你說 兩三年 就很大機會了 又不是開玩笑 那你說不是 有時候有機會就是判了七年 然後 就說他行為良好 然後又說他認罪 然後就向法庭求情 希望 法庭輕判 然後換刑 或者減刑 可能就是 七年的話 埋單的話 可能坐一年而已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呢 有 但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 這件事已經出去了公眾視野 公眾視野 真的很有趣 現在就是 有機會 我個人以為有機會 政府有機會利用這件事 然後修補到他們的形象 真的 你說 哦 這些娛樂花生事件 上到政治層面有沒有機會 就說有 也不是我說的 華記正能量說的 對不對 這件事炒車的人 有華記 Smart Travel 沒有 真的 連修哥都 修哥都 現在是 你看我的封面 特意用修哥 就是 誰支持 李隆基和Chris 我說得很清楚 有些網友說 為什麼你不說李隆基 其實我每一段影片都說他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 說我不說李隆基 這傢伙 李隆基 我不會當是老人家 基哥基哥 基爺基爺 應該是要拘捕的 因為我是不相信 他不知道 如果他真的不知道 他就被人騙 知道和不知道都是死的 我告訴大家 就是現在李隆基 假設真的坐了一頭船 真的愛上了青霞仙子 愛上了這個36歲 據問其實早就有一個人妻的女人 他現在也不醒來 上到法庭 原來他預期居留 他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李隆基 鬼迷心笑 就該死了 而且最搞笑的就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黃青霞 之前已經試過一次 違反逗留條例 九個月 是不是 那你又看回 李隆基說他五年前 再預王青霞 究竟在哪裡預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奇 好了 黃青霞 會不會說他多次 就是 逗留 預期的原因 就是為了李隆基 我為了他才留在香港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李隆基就知道了 你知道的話 李隆基就知情不報了 他也是犯法的 最重要的是 結什麼分 你的證件這樣 你怎麼結 結紮就可以結 好了 之前他們的理由就是 喂 因為八事的原因 就結不了 對吧 我說這些 是跟我最後說的這段影片 主要的話題是有關係的 你不要以為我說 他現在在沙田法院的上庭 這間人我的影片 就不會只是這麼簡單 說明是抽屍剝簡 對吧 這段影片後期當然是有些事情 重點是其實到現在還沒說 說了大家想笑 和想知道 重點就是 現在好了 其中一個 李隆基 究竟 他知道 還是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 那就很奇怪了 他不結婚 是因為白事 之前是這樣說的 你有沒有白事你都見不到 對吧 你拿我證件出來登記結婚 喂 可以的嗎 違反這個 逗留條例和那個證件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拿去結婚的嗎 是不是這個 香港政府的婚姻 住宅處完全不查的呢 那就奇怪了 好了 如果 是被律師結 就是有些人就找律師結婚的 你拿一些證件出來 你一給律師看 其實那些律師是會知道的 所以今天 出庭本來是謝偉俊的 那謝偉俊就沒有空 很忙 就找了另一個姓江的律師 出去上庭 那之前那個呢 林作 網紅律師呢 去哪裡 很簡單 其實如果你真的 找他 去搞這件事 追錢的之前 那你要出示些美國的資料 美國的文件 阿黃青霞 當然一定是拖延知 吳耳對 或者自己單獨走上了的律師行那裡 就給了那個網紅律師 好像叫什麼名字 我忘了 不要理他叫什麼名字 問題就是那些律師 其實心底裡面都有個數 都知道了 但是你是我的Client 我收錢的 當然不爆 那就不出聲 喏 是不是真的不出聲呢 這件事真的 我告訴大家 這條片的重點就是這裏 現在呢 就是說 喂 現在呢 他就上了庭了 這個真的 米城吹的了 不是搞事 事情就搞了 跟基爺 重點就是 他上了庭了 坐牢了 是啊 是啊 驚訝了一天 現在那天不算 扣留上庭 這麼短時間 24小時都未到 不算 不算 那由現在開始 去到2月28日 怎麼算都七八天 對不對 穿巢衣了 所以我封面沒有錯 對不對 那好了 那就是 講真 小懲戒 去到坐牢呢 就不算是很大的懲戒 老實說 為什麼呢 因為要看他坐多久 你如果坐七天之後 又可以保釋到出來 然後呢 到時候呢 會請記者啊 拍照啊 然後抱著 啊 有兩種情況 第一就是 基哥說 哎呀 就算啊 你坐十年八輪啊 我也是會 等你啊 然後抱著他 接著呢 就說 哎呀我一定會 娶你做老婆啊 我不管 她是不是大橫症啊 又或者呢 她是幫我搶症啊 我不管啊 我不管啊 我不管她什麼症啊 你少要症啊 啊 或者害人症也好 我都會這麼愛懼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啊 有 即是說真的有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難處理 即是怎樣呢 就是 基哥呢 就在人前人後呢 就怎樣呢 痛哭流淒 傷心欲絕 然後 背地女呢 就回大陸登台 賺錢 然後下級 怎麼知道啊 怎麼知道啊 現在 好有趣的 昨天記者找基爺的時候 基哥和基爺 我圍的兩個人來的 為什麼呢 第一次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她就說 哎呀我要錄這個節目 回不了來 盤不到她 希望她能夠保釋 聽下去呢 語氣都好像 心情沉重 那樣的 跟著 到再晚一點 對 即是發覺不對勁呢 平時基爺自己的人妾 很愛她的 說什麼 過去了的東西就過去了 我們不要提 是這樣的 展望未來的 好 跟著就說 我真的很擔心她 突然之間 變了基爺上身 我真的很擔心 然後廢了 馬尿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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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的人很傷心 我無法陪她 這就是我模仿她 其實都是文章這麼說 究竟她有沒有哭 我不知道 但現在的問題 重點就是 你這麼愛她 你不能夠和她註冊結婚 先放酒 有沒有這樣做 她說已經很久了 其實你不領正是重要嗎? 你領不到你知或不知 你不知就是黃青霞 可能給了很多不同的理由 不肯跟你簽字 你記住是阿姬哥或姬爺想娶他 由黃青霞自己知道自己的底有問題 不停拖著他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臭字摸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阿姬哥是知道的 他的證件是不合法的 是不能登記結婚的 那就不停說謊 誰說謊?不是黃青霞 是李隆基 是李隆基說謊 就像媒體說有白事 白事就是死了人 死了誰? 有沒有說過白事死了誰? 死了你一強? 這麼好笑的 什麼白事? 你什麼親人? 是你的白事還是黃青霞的白事? 如果黃青霞的白事 大家會不會想 是黃青霞因為自己的證件有問題 所以跟李隆基說 我不能夠跟你結婚 因為我證件是不合法的 我為了陪著你 所以我特地不走 他可能是這樣說的 為什麼? 因為他是大滑症 但是重點就是 其實黃青霞根本就不想嫁給李隆基 他要的不是李隆基的人 也不是婚姻 是要李隆基手上的錢 很簡單 一個女人想和一個男人結婚 如果為了感情的話 是不會理會那個男人有多少錢 我是遇過這種女人的 你不要跟我說我沒遇過 真的很嚴重 你遇到這些的話 他還給你錢 也希望你取交她 好很多 不是開玩笑 通常那些樣子都是主怕的 好 反過來有些是質素的 就跟你說金 就不說錢 尤其是身材好的 那當然 人家有這樣的身材 才有這樣的身材 對不對 好 就跟你說錢 不說金 那如果你的錢不到位 人家又怎麼會跟你結婚 還有 坦白說 究竟李隆基有多少身材 現在沒人知道 整天說我有七層樓 這麼有錢 這樣的年紀 為什麼還要去廣州登台 為什麼還要做 天天填密 走走走沙灘 好像一個開球 一開球 在沙灘那裡 落霞那裡 拖手拍照 如果這麼有錢 七層樓 七層樓都可以是負資產來的 這樣 現在 好了 這條片 最後一個話題 很簡單說 就不是說 那些 黃青霞 那些 虛檢文書 那些 學歷那些 全部都是假的 那些不用說 他之前所說的 所有事情 百分之九十都是假的 這件事情 不是 我去證明 是法庭證明的 因為 當 證明了你說這個謊 這個謊 這個謊 已經上了法庭 證明了是謊 你其他 以前說的 所謂假設性的事情 全部都沒有人相信的 而且法庭證明 只有你一個 你做得一次虛假文件 其他那些 個個都覺得你是假的 而且他真的不懂得問 很坦白說 所以這些事情我不說 重點就是說 究竟是誰 舉報他 這件事去到這個階段 結局前邊 這個人 是一個 兩個 是一間機構 現在很多人猜測 是有些網民 向入境處舉報他 也有些頻道 覺得是因為 之前零一 就去找那些史丹福大學 即是黃青霞曾經讀過的那些學院 就打電話問他 有沒有這個人 這個人是不是這個畢業 真的 零一初頭支持他兩個 黃昏戀 爺孫戀 後期 哦不是 後期反轉 真的反轉 朱土 當是屎 去查他 揭露他 坦白說 這裏 我是覺得 零一 知錯能改 善莫大儀的 所以我這次很支持零一 我有很多資料 都是看回零一 很齊全的 零一 整個劇本都寫了 黃昏風暴 遲之我就會出第一集 現在先出了劫局前篇 厲害 現在就是 很多人猜測 因為零一 查他 那些 學校的其中一間 就說 可不可以 就是用法律 制裁他 即是怎樣 即是說 你無認我們是這間 學校的學生 不行的 有些學校 可能真的會這樣做 然後就打入境處 但正常來說 入境處 現在很偽造 不做事的 你就這樣 可能發電郵 或者打電話 未必會載你的 對不對 沒有了 接著有些 KOL就說 網友舉報的 網友很多的 可能是我金家人 或者是軍師 或者是那些藍台 比如說師傅井 又可能是他的 對不對 陳怡也可以 林作也可以 網友的身份 其實是千千萬萬的 那有沒有網友 這麼有空 去打入境處 去拘捕他 如果就這樣打電話 或者發電郵 匿名 去拘捕 其實我覺得 可能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 因為其實軍師 直播的時候 其實都提了很多次 究竟他有沒有居留權 他不是真的香港人來的 其實都提了很多次 因為如果 照清下先知說 他說他申請專裁計劃來香港 其實很奇怪 因為專裁計劃 這兩年才會出現 對吧 但是現在 檢查到逗留香港的時間 遲了一千天 早就過期了 你怎麼申請 還有 就是 你的所謂專裁計劃 只不過是 這麼巧政府有這件事 你是拿來講的 而且 另一說得很清楚 他沒有出示過他的身份證 好了 真的會有人懷疑他 但是 我比較傾向 另外那三種人 舉報他 第一種 仇人 很簡單 仇人其實都是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就知道他底裏那些人 當然有機會是分裝不暈 我自己個人猜測 會不會就是 在他身邊的人 或者和他合謀騙人的那個人 知道他根本是預期追留的 所以 怎樣 不停地舉報他 為什麼 可能他們真是真愛 對不對 他真是想著和李隆基結婚 跟著拘捕天槍 然後就 吃光了 李隆基結婚的身家 等他死的 有機會是這樣的 好了 後面 同謀覺得 沒有利益 沒有錢收 跟著就 一不做 二不休 一拍兩山 為什麼這樣 很多不同的原因 你可能覺得 這次的計劃也不行了 叫女兒回來 女兒死了不走 你又不能怪別人不走 別人都走不走 這些都是我個人猜測的 好了 朋友和愛人的舉報 這個就是最後 最有機會舉報他 朋友就是 喂 曹操也有資深有 對不對 騙子 身邊可能都有一個半個有良知的朋友 又或者女人之間突然聊天的時候 爆了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不是不想嫁給他 但是我的謊話說得太多了 我其實與其居留 第二次 如果我真的跟他結婚 暴露了 我又會再上新聞了 哎呀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有機會是這樣 這些都是 青霞仙子 對阿龍基有真愛 對不對 可能說了給剛剛認識的人 或者過去兩年在娛樂圈認識的女人 會不會有機會是 Smart Travel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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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真愛 那 即是有機會 Smart Travel 不知道男還是女的人 是最強臥底 這個我都是猜測的 你不要以為我是知道的 我不知道 正所謂女人心海底針 對不對 最恐怖的就是 不男不女 女引心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男人底 大哥 我不知道Smart Travel 是不是耳朵底 還是 燕士傾 按著拿 我不知道 總之我懷疑 我覺得 有機會 阿清霞才能 這次被人舉報 可能跟Smart Travel 有關 我突然抬高了他 因為有網友在我的頻道留言 他說 我們應該學Smart Travel 這樣 要站在那些犯罪分子和騙子身邊 成為最強的臥底 嘩 是這位網友啟發我的 但我本身也是這樣想的 但我不相信 Smart Travel 這些人 是真的 會 舉報他 我不相信 我認為他是收了好處 這是我之前這麼多的影片 分析得來的結果 是不是不知道 都是猜測 好了 到最後 就是愛人 愛人也可能是仇人 因為愛的反面就是恨 對不對 仇人我之前已經說了 美國那些 不知道那頂帽 紅色還是綠色那些 李隆基又說 他給了綠帽 沒有人戴 人家又說 不是 其實李隆基是戴綠帽 不知道頂帽哪個戴 總之呢 頂帽不知道哪個戴 網民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好了 總之現在就是 有機會 愛人變仇人 仇人變愛人 愛人變仇人 仇變愛 愛變仇仇 對 現在就是 有沒有機會是李隆基舉報呢 沒錯 這條片 最後面那個 真相結局 就是李隆基舉報他的 真的 為何我要用唐森風暴的音樂 原因就是 哇大哥 這麼多證據 這麼多揭露 阿基哥基爺基叔 是不是真的這麼蠢 但是說其實他是深謀怨淚 在真的畫面前 訪問前 就說他很愛他 畫面後 訪問後可能已經打齊他 還有 早就已經不妥他 跟著 沒有辦法了 這個女人根本就是 像膠水一樣 怎樣撕都撕不掉 大家想想 黃青阿姨 其實在香港 如果他不能夠出境 一直犯法的話 如果基哥是知道的話 基本上來講 是一個婦女來的 說真的 基爺基叔都70歲了 還有沒有這麼多精力呢 都玩了幾年了 對不對 就是說 愛上了這位36歲 青夏仙子的肉體 那我沒話說 其實如果是真愛說 我沒話說 我真的沒話說 受不了 但是 其實你經常回國內 基爺 經常登台 都知道國內的女兒很便宜 即是一千兩千元 或者三千元過夜 大學生媽媽也有 二十幾歲 真的你要ABCDEFG級 都有 老實說 你要給七層樓 這女兒還要跟她結婚 林佬靠她照顧 值不值得 一層樓給的錢 就給安勞院費用 靠個這樣的女人 對不對 老實說 我最後認為 如果假設李隆基舉報他 李隆基把這件事通天 其實是合邏輯 當然我也是猜測 對不對 這些東西 是否 不知道 正如我片頭說 是人是鬼 誰才知道 個個都不知道 只有當時人才知道 今天這條片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再有新消息 再會繼續出片 拜拜